腊手保姆是一部张力爆棚的雪江爽片 我之前有讲过还没看过的同学可以去搜搜看 现如今腊手保姆2已经上映 那今天好事就带大家来看看这部爽片的续作 其实1最后的结尾就挺好的了 我根本猜不到2会怎么往下面编心的故事 但是2确实是沿着1往下面进行的 所以在看本视频之前 我建议大家先去看1再来看2 故事发生在一代的两年之后 男主角已经从一个高1的小屁孩 长成了一个高3的小屁孩 但是那晚死掉的保姆及其队友的尸体 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导致大人们根本不相信男主角说 有一拨人想要杀掉他 而唯一的目击证人林家小妹 则似乎像是失忆了一般 表示没有看到有人想要行凶杀人 这就让大家开始怀疑男主角的精神问题了 不过这个前提我个人觉得不太成立 毕竟那晚还死了有俩警察呀 对于警局来说 失踪俩警察你总要找一找吧 反正不管了 本篇上来的设定就是如此 这天搬上来了一个奇怪的新女同学 校长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他说自己的大姨妈已经晚来9天了 这个介绍确实很给力 能让大家瞬间记住他 男主角放学回家 看着满桌子治疗精神的药品 就问父母自己要吃到什么时候 爸妈答应他很快就会结束 但转天他就看见 其实父母已经给他报了精神病学校的班 男主角赶紧拿给林家小妹看 询问他有啥办法 林家小妹说你得离开这里 刚好我周末要去湖边 你跟我一起走吧 说着他还晃了晃车钥匙 以示自己偷走了老爸的汽车 于是男主角便跟着林家小妹上了他的车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这趟旅程还有三人 分别是林家小妹的男朋友 及林家小妹的男朋友的伙伴 和林家小妹的男朋友的伙伴的女朋友 五个人乘车来到了湖边 好巧不巧竟然在这里碰见了奇怪女同学 晚上五个人在林家小妹的男朋友的家长辈的船上玩真心话 大冒险玩着玩着大家突然提到男主角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年前的 嗜血献祭事件 林家小妹打断大家别再提什么黑暗圣经以及邪教的事了 此话立即引起男主角的怀疑 她对林家小妹说我只提过嗜血献祭事件 但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黑暗圣经那本书的事 你是如何知道黑暗圣经的 林家小妹解释说你说过你忘了 不可能我绝对没说过 林家小妹哼了一声 好吧我承认我在那上面也签名了 说着就拿钩子直接割断了林家小妹的男朋友的伙伴的女朋友的头龙 电影进行到这里又是张力爆棚了一下 令人肾上限速飙增 林家小妹毫无避讳把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他们几个已经预谋好要在这里进行事解献祭了 之所以叫男主角来还是因为他们需要有纯洁之人的血 换句话说也就是小处男的血 男主角大惊 他不是你女朋友吗 谁让他老是嘲笑我掉头发 男主角这下终于反应过来 原来林家小妹之所以不对外道出两年前的实情 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参与者 Oh my god 上一座的青春小妹在这一座竟然瞬间变身成反派大boss了 男主角刚想逃走 不料上一座中死掉的保姆队友竟一一出现 这怎么可能 男主角惊呼 我明明亲眼目睹你们全都死了 上一座被枪击兄的黄衣女拉拉队员说 没错我们确实是死了 日出前我们就会回到地狱 两年后才能再出来 所以今天得把献祭给顺利做完 男主角看着林家小妹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林家小妹说你不知道吗 我是个网红 献祭个人就能让我粉丝翻个上千倍 何乐而不为呢 林家小妹这话说的我都心动了 同行啊都知道涨粉有多难 危难关头奇怪女同学推门而入 他悟闯到这里想借点汽油 当所有人目光被奇怪女同学吸引的时候 男主角赶紧逃走 而奇怪女同学一看氛围不对 也驾驶着摩托艇就想走人 男主角直接滑到他的摩托艇后座 光宝男射出一只箭尸 扎烂了摩托艇的油箱 二人赶紧驾艇逃到了附近的岛上 这下船上的这拨反派们开始捉急了 人跑了怎么办呢 林家小妹嘴角上扬 拿起打火器就引燃了水面上摩托艇泄漏的汽油 火焰顺着汽油直接燃炸了摩托艇 不过话说摩托艇不是没油了吗 就怎么还能一泻千里 反派们顺着爆炸定位到了男主角的位置 而女同学这时则选择要跟男主角分道扬镳 毕竟人家要抓的人又不是自己 干嘛跟他待在一块冲死呢 不过紧接着女同学就碰见了一个老斜皮 老斜皮想要猥亵女同学 而男主角则什么只鬼不觉的 把他的鞋带偷偷绑在了一起 老斜皮起身脚下不稳就摔倒了 主角二人上了老斜皮的车刚想套走 直接压抑女众举着一把喷火枪站在了车前 他直接喷火将老斜皮烧死 男主角一脚油门怼着亚裔女就把他送走了 但在倒车的时候车却被卡住了 二人只好徒步逃命 接下来又碰见了黄一女拉拉队员 他拿着一把枪耀武扬威的乱放 结果一颗子弹在岩石上弹跳 又击中了拉拉队员的左胸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二人跳下一个缝隙躲避 拉拉队员也跳下去追 然后自己的头就卡在了岩石中间 两个人扯着他的脚 硬生中把他扯了个身手翼处 接下来光宝男登场 男女主角抢了一条船逃走 而光宝男则乘着船后的游泳圈去追 但最后却被船的螺旋桨给嚼死了 林家小妹的男朋友和林家小妹的男朋友的伙伴 现状突然不想干了 因为明天中午他们要去玩密室逃脱 害怕再耽误下去时间上就来不及了 只不过签约的人是不能随便退出的 于是这俩人直接原地爆炸 现在也就还剩下林家小妹和一个黑人小哥哥 林家小妹灵机一栋拿起卫星电话 给男主角老爸拨了过去 他说自己跟男主角在湖边喝多了 回不去了 想要男主角的老爸来接一下 而这时男主角的老爸 正跟林家小妹的老爸在一起抽大麻 两位大人一起往湖边赶 男主角跟女同学来到了他儿时的家 他家刚好在附近 女同学是自幼便失去了双亲 后来他就去市区居住了 老房子一直闲置着 两人躲进地下室想坐等到天亮 没啥事干聊着聊着就亲戚嘴来了 这时电影给切到了男女主角的一段舞蹈 暗示着这俩人做了羞羞的事情 接着两位家长来到女同学家 命令男主角赶紧从地下室上去 男主角抄起一把弩就走了上去 他抬手就想射死黑人小哥哥 但却射偏了 而黑人小哥哥想取起刀杀死男主角 结果割断了电线 导致屋顶的灯掉了下来 直接把黑人小哥哥再次送回了地狱 这时林家小妹出场假装自己很害怕 女同学直接把刀向他扔了过去 不过却被他淡定的凌空接住 男女主角一看这情况 反正也无法跟老爸解释清楚 只好先逃走再说 男主角老爸赶紧去追 而留下的林家小妹的老爸 则命令林家小妹立刻跟自己回家 没想到林家小妹面对自己的老爹 丝毫不念父女之情 抬手就砍断了老爹的两条胳膊 然后又一刀将之送走 接下来男女主角也不知道咋想的 就分开行动了 男主角被老爸强行带走 而林家小妹则抓住了女同学 只不过男主角在老爸下车加油的时候 爬到司机的位置 又把车开了回去 男主角为了救女同学 不惜心甘情愿地坐到了献祭的椅子上 这时上一座的大反派 性感保姆从水中出现 原来他曾经也是女同学的保姆 就是他害死了女同学的父母 接下来刚才死掉的反派再一次重生 他们取到了献祭之人的鲜血 以及男主角的鲜血 混在圣杯里只要喝一口就算成功了 反派们轮流喝血 唯独轮到性感保姆的时候 他没喝 就在大家开心地准备自己的愿望应验的时候 大家反而哇哇地吐起血来 性感保姆说 这是因为纯洁之人已经不再纯洁了 紧接着反派们一一原地爆炸 性感保姆倒出实情 其实这次所有的巧合都是性感保姆安排的 原来他是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这结局洗白洗的也有点太牵强了吧 性感保姆说是两年前自己临死前 被男主角的话给感动到 从此弃恶从善 然后男主角的老爸赶到 性感保姆端起圣杯也喝了一口血 因为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于是他在众人面前化成了灰烬 这下老爸终于相信男主角的话了 最后男主角当着老爸的面亲了女同学 电影便迎来了大团圆结局 我发现我现在越来越喜欢萨玛拉维闻了 他拍的片子有好多都是那种阴暗喜剧风爽片 像准备好了没 还有半路枪手 以及这两部腊手保姆 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 不妨去补补课吧 绝对爽翻 好吧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好时关注我 带你每周看一部游戏加一部电影